大家好,我是老孙 头几天发了一个自己动手做上滤低流盒的视频 很多朋友都看到了 然后有很多朋友在评论区里给我留言 和我杠一个事情 他们说从网上买成品的这种过滤箱 要比自己动手做便宜 这个老孙是非常不服的 所以说就出这样一个视频 和大家探讨一下 自己动手做上滤低流盒 它的成本到底是多少 首先大家可以去搜一下 这么大的一个三层的上滤低流箱 那它在网上的售价 大概应该是300左右 甚至更高 不信的话你可以去自己搜 我用的这个箱子的尺寸是52乘以30多的吧 而且高度是二三十公分 这个箱子属于一个比较大的箱子 你看的时候一定要看差不多型号的 然后咱们再来看一下 要做这样一个箱子 它需要的哪些材料 首先就是这样的一些管件 弯头 还有就是我用的是内外丝 然后还有就是这个软管 用的也没多少 然后就是这三个箱子 还有就是里面也是弯头 然后三通 然后锅里面这些咱们都不算了 大家都有 大概就是这样 当然箱子外面接的这些管子 比如说水泵连接的这个管子 这个就根据每个人的情况不同 那你自己去核算成本了 就讨论这个和网上卖的差不多的 这样的一套三层过滤箱 那它的成本咱们来看一下 老孙也是个有心人 帮大家总结了一个用料表 咱们可以看一下 很多朋友说 我手头没有工具 比如咱们打眼的时候 像这种眼 它都需要用电钻 我没有电钻 那我的成本就高了 我还得买个电钻 把所有的成本都加上 它依然很便宜 咱们看一下这个用料表 用料表我给大家总结了 蓝色周转箱 内外丝 然后弯头 三通 便径 水管 玻璃胶 胶腔 还有就是 粘这个管子的专用胶 这个专用胶 我给大家说用在哪里 是这里 管子和弯头之间 在连接的时候 咱们需要让它牢固一下 用这个胶给它粘一下 是这个专用胶 然后就是手电钻 还有就是钻头和开孔器 我看了一下 好多在网上卖 这个手电钻的店铺里面 买手电钻 它还送钻头 或者送这个开孔器 整个这一套 是我做这个低流箱 几乎是所有的成本了 那这一套工具 你加一下吧 总共是170 可能根据不同地方物价不一样 或者网上可能有些东西更便宜 你可能成本更低一些 我刚才也说了 这样的一套箱子 成品在网上是300多 自己动手 加上你买电钻 还有买玻璃胶 等等 买这些工具的钱 也就是买成品的一半左右 而且你想想 这个玻璃胶也就是买一管 能用十分之一左右 然后手电钻 你用个十年八年的 在家里上个螺丝 拆个什么东西 也都非常的方便 还有这个粘管子的胶 你能用好长时间 还有就是管子 你买四米的管子 你可能也就是用不到两米 所以说咱们自己做 这个成本还是很低的 而且你能体会到这个DIY的这种乐趣 我反正是非常喜欢 能做的话 自己动手去做 当然了 如果你还有不同意见 咱们再在评论器里面杠一下 好吧 欢迎大家来杠 我是老孙 一个从小喜欢养鱼的鱼友 感谢大家的支持 欢迎点赞评论转发收藏 咱们下次再见